2014年進入最後倒數 台北市政府主辦的 市府廣場跨年演唱會 緊若密鼓籌備當中 今年跨年請來天王歌手 蕭敬騰壓軸 帶來一個小時的精彩表演 跨年的內容其實 第一個就是音樂 再來就是我們演唱會的一些 很棒的一些內容 沒看過我演唱會的朋友 在跨年可以看到一點點 對 或者是看過我演唱會的朋友 他們一定也會喜歡這一段 對 然後還有很多新的東西 還沒有表演過的 回顧2014年 蕭敬騰只覺得時光飛逝 勉勵自己要把握時間 我覺得過得好快 我只是希望我們就是繼續努力 然後不管是未來一年還是十年 我們都不停下來 繼續在享受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那是 我覺得那是很幸福的 蕭敬騰擔任跨年演唱的壓軸 同時也接下台北市政府推出的 未來郵件活動大使 歡迎民眾在明年1月10號前 到郵局索取特定的明信片 再特製的郵桶投地 這些未來郵件將在明年底祭出 未來郵件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想 我們針對我們對自己未來的期許 或者對我們家人親人心愛的人朋友 有任何一個想法 都可以用未來郵件的方式來寄出來 蕭敬騰也對一年後的自己 寫下祝福和期許 就是依然平安健康 依然世界和平 我的夢想秘密進行 蕭敬騰表示 秘密進行的夢想大部分和事業有關 追問到底是什麼 老蕭卻賣起關子 只說等到成行的時候 一定和大家分享 中央社記者紅黃軍王一文 台北報導 中央社記者紅中央社記者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